那剛才負責人有播那個音樂 是黃慧英居士所寫的這個META戰 這個META戰頂在佛教課裡面非常非常的流行 很受歡迎甚至小朋友都會恨 裡面的內容都是散發慈愛心 在這個META戰裡面對象是四方一切眾生 我們都非常熟悉 願我沒有敵意 願我沒有懲悔 願我沒有痛苦 願我保持快樂 尤其是在META BAVANA就是磁心的培育 普遍上我們說磁心禪 老師我們都會教導這基本的 Averohomi Abyapajohomi Ani Gohomi Suki Atana Pariharami 這四個四句吧 再加上黃慧英居士又配上音樂 他確實對心靈都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我們都知道說有一個音樂療法 經常會聽到居士會分享 當他們煩惱的時候 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 他們會播放這個META戰 隨著它的佛曲 和平靜的露眠 那今天呢 我們要去深入了解此境 剛才主持人都稍微的介紹 佛陀在世的時候 經常都在鼓勵比丘們 種地子們要修學死心 我們知道說慈經的延起 慈經的延起就是因為 有一批的剛剛出家的畢竟們 在佛陀的座下 學了一些方法 學了一些方法 業處 那叫成修的方法之後呢 在森林 一個非常美 非常 幽靜的一個森林 在那邊用工 因為這些比丘們 遭受到鬼神的干擾 就是這個鬼神的干擾 然後 三堂課 今晚 明晚 還有 大後天 今天是星期四 星期五 還有最後一堂是 禮拜天 星期三 星期日 算以三堂課 可以好好的 我們大家來深入 來學習佛陀的方法 尤其對這些初學者 或許沒有看過 詞經 也沒有念過的詞經 對那些沒有念過的詞經 我們 就可以看這個螢幕了 就是關於詞經的整個經文 它很短 不長 詞經 跟我們 北川佛教的心經 北川佛教應該 在心經裡面有好像 260多的字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很短 非常 惡要 詞經也是一樣 我們在經典裡面 它是巴黎文 Meta Sutta或者是Meta Karaniya Sutta 很多翻譯本的 不同的版本 這個 在你們的眼前 這個螢幕這個詞經 是我們這裡 採用的 你們可以把它Screenshot 把螢幕Screenshot起來 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其實從這個經文裡面 它內容 非常清楚 次第 非常的清楚 我們來看看 實際的內容 我們是可以知道的 裡面佛陀到底如何教導 弟子們來學習 來學習 散發 才行 Meta Chan 只是 方 或者是對象 它是一個方向 Direction 東南 西 東南 西北 對上下左右 這些方向的眾生而散發 在慈經裡面就非常清楚 我們來看看 慈經 柔和於不慢 知足 亦供養 少是俗物 生活 簡樸 著 乎 諸 諸 謬 為俗家 不應做任何 技巧的過失 免照其他智者所谴责 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 凡有生命者 或弱或强或长或大 或中或短或稀或粗 或可见或不可见 或缘或近或医生或卫生 愿一切众生都快乐 不要欺骗他人 或以一切处侵蚀任何人 不应处于愤怒及仇恨 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 对一切众生 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 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 让无限的慈心 偏造于死防世界上下左右 不受不受阻扰不怀仇恨 不抱敌意 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 若不昏昧 因如此的切丽慈念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犯主 不限于邪见 既有借德 既有自见 及断诸贪欲 肯定不会再投胎了 非常清楚 从文字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 当然有时候还要去 对这些名相的深入解释 比如说康能 我们不能够疑文解义 所以因此 我们还要回到原文 巴黎文 从慈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刺激 比如说 我可以抛很多问题来问 比如说 从一开头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为什么佛陀要讲慈经 持 持 对人 对你我 重要吗 跟人的心 有什么关系呢 想获得极静 欲获得 就想获得极静 的善行者 想要提升 比如说我们 想学 极持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得到 极静 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 很明显的 我们 不极静 我们都有这种的 经验 我们不极静 不快乐 反超 尤其在 这一年半的 全球遭到这种疫情 疫情 它的蔓延 颠倒了 我们的生活 以前我们很极静的 一切都蛮顺利的 因为疫情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再也不极静 为什么不极静呢 很多原因 我们的经济 受到影响了 工作 收入 等等的这些问题 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导致我们不极静 佛陀有方法了 因为人都不极静 所以佛陀说 我们必须修学 应如是修学 怎么修学呢 就是这些内容 因为将来修学 因此 我们才能够 获得幸福 安稳快乐 你看 很有次第的 我们必须修学 修学什么 修学 这些重点 因此 我们才能够 获得幸福 安稳和快乐 对 自己得到了 我们才能够 去祝福 希望那些 没有得到 寂静的 这些人 我们都很希望 他们 能够获得幸福 平安 平安 快乐 就好像 我们所拥有的 内心的 平静 平安 很重要的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 幸福 安稳快乐 我们要去修学 要去做 要去修 我们要去愿祝福一切众生 但众生很广 释放一切众生 就是说对象 所以佛陀 一一的把这些 对象 把它裂了出来 凡有生命者 很多 强了 长了 OK 这些 这样的来修学 要怎么修学 我们的幸福 我们的快乐 我们要 懂得 去 维护 保护 因为我们的幸福 安稳快乐 它不是从天 掉下来的 不是某某神灵 某某这些 高高在上的 一些神灵 或者是菩萨 还是佛 诸佛 是以我们的 不是的 我们要去修的 去培育 去培养 一旦我们拥有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维护祂的 怎么维护呢 佛陀说 就好像母亲 慈母 用生命保护 自己为的儿子 佛陀用这个批语 所以我们的幸福 平安快乐 要维护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我们行住坐卧 我们的心 都要保持在这种的 慈念 慈心 对 更重要的 不限于邪见 还要具备 戒德 还有自见 断 我们的烦恼 贪欲 肯定不会再投胎 你看 所以修学慈禁 的最终 目的 最终是为了达到什么 不再 入母台 OK 就是不再投胎 不再轮回 不再苦苦恼恼 我就想到了心经也是一样 心经它从头到尾 同样 持经 观之在菩萨 因为他行生 行生波罗波罗蜜多 智慧波罗蜜多时 照见无孕 接空 因此 他 度一切苦恶 你看 度一切苦恶 持经里面 不再轮回了 不再投胎了 佛陀的经典 刺底清楚的 所以我们有三堂课 我们就深入这个持经了 这是给大家一个介绍 帮大家看这个 我们大家都是学佛了 我们信仰 我们说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是三宝弟子 我们学佛了 我们知道 修行 佛法的修学 不是突然可以 完成的 而是要通过 逐渐学 逐渐修来完成 修行没有所谓的 捷径 没有 shortcut 它很 systematic 有刺底的 当然 不要走 wrong cut 错误的道路 如果没有刺底学 我们会走远往路 我们说 远长了古老的轮回 long 英文是long 很长 如果我们的方法用错 如果我们的方法用错 不是long了 是long 错误了 所以佛法的修学 修学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 地基 地基很重要的 我们说那个foundation 修行 同样的 我们的修行 我们的修学 佛陀佛陀说 先建立好 我们的建 samadity 就是正建 所以我们想学 持经 我们想学 持经观 持经禅 在还没有 进入 培养 培育 或者是修学 持经禅 之前 我们必须建立好 对持经 方法的掌握 跟了解 所以为什么 我们必须 要掌握这个 佛法的修学 那么正建是什么 其实 是知 以了解上 的正确 而不在盲信 不是一种blind faith 这个正建不是因为 听闻上了一堂课 听闻了佛法 还不够的 他必须在以知 还要了解 而不是指在一种相信 盲信 世尊善说的法 他是邀请 我们来看的 不是来相信的 再来 佛法的修学 是可以马上见证的 这个是重点 我们说学佛 学法不是死后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修 不用等到死后 那一天 只要我们修学佛陀的教法 我们马上当下 现在就可以体会了就可以见证佛陀的教法 这很重要 就好像今天我们有这个词经的开始 有些同学就准时来进入了 为了要文法 所以你们是大家非常 法喜的 自动的 来文法 我们没有 我们不是来 被逼 没有的 是很自愿的 我们想 我们想 文法 文法 能够解除我们的疑惑 因此我们来 用耳朵来听 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 什么叫佛法 大家都很熟悉 佛 跟法 如果同学们 问到或是朋友问 什么是佛法 我们要怎么回答呢 佛法加起来 把它分开就是佛 还有法 佛法就是佛陀的教法 那么佛是什么呢 佛 佛 佛 不是大雄宝殿 寺庙中的那尊佛 当然也没错了 是佛像 是那尊 是代表我们的师尊 我们的佛陀 为什么 那尊 称为佛陀呢 那你我能不能够称为佛陀呢 这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个 为什么他叫佛陀 西达多太子 在菩提树下 证悟 他证悟些什么 因为在菩提树下 明星见星 因此他 绝了 为什么叫佛陀 为什么叫佛陀呢 这是在转法轮精 的内容 为什么叫佛陀 应知的 应知的我已知 应该知的 我已经知了 应该修的 我已经修了 应该断的 我已经断了 所以 我是佛陀 我们还不是佛陀 为什么 因为应知的 我们知啊 但是还 没有完全知 我们知了 但是不是完全的知 佛陀 阿罗汉 诸佛 阿罗汉 都是因为 该知的 已经知 该修的 已经修 该断的 已经断了 最重要的 有没有掌握 该知 知什么呢 这个问题 抛给你们 学佛 我们学佛了 该知知什么 那么我们该修 修什么 该断 断什么 我们问西大道太子 你已经知 你知了什么 你已经修 你是怎么修 你到底是断了些什么 所以你才称为佛陀 所以学佛的弟子 我们 一定要知 连这个都没有答案 盲修 下恋了 不行的 那我给你们答案 应知的 我已知 知什么呢 知我们的名色 五欲 我们身体 我 我们每天照镜子 每天都照镜子 那么镜中里面的 在镜子里面的那个人 我们所谓的我 他是谁 你知道他吗 佛陀的知很深入的 他知什么 知那是名色 就是无韵 应修的 应修的我已修 修什么呢 内容就是直观 明解脱 明就是明白的明 简单的说就是怎么修 直观 他已经修了 断什么呢 无名 跟爱 就是执着 所以我们修行 要断什么 断我们的 疑痴 我们的无名 还有我们的执着 跟爱然 这要断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了解 要知 知什么 什么是爱然 什么是无名 因此写到太太子 他清清楚楚的 该直的已知 该修的已修 该断的已断 所以我们学佛的也要这样 因此佛陀觉悟 他把他的证悟的 他的心得 还有把他证悟的法 达玛 就转法轮了 今天我们能够修学词经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佛陀 那佛陀的法 就是佛陀的教导 佛陀的言教 叫做言教 佛陀所教的都是 来自于他亲自的体会 就是佛陀的教导 佛陀的言教 佛陀说法四十五年 佛陀在菩提树下 正午八十岁 离开 我们四十五年说法 说了些什么 佛陀教导什么呢 佛陀在中部 佛陀跟众弟子说 弟子们现在和从前一样 我只教导苦 巴黎文叫Dukkak 和苦 Dukkak的止息 这很明显的 我们修行 学佛 目的是什么 就是苦的止息 此经 我学此经是什么 最后不再投胎了 我学心经 最终目的是什么 度一切苦恶 怎么度一切苦恶呢 我们必须照见五运 所以佛陀也一样 他因为该知的我已知 知什么 知五运 很重要很清楚的 当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 一旦掌握的时候 我们的修行的道路上 就比较顺畅 能够避免很多这种愿望路 虽然佛陀证悟 给了我们指导 但是佛陀只是直路人 苦的止息 必须靠自己的 我们说DIY do it yourself 不是依外力 不是靠外在的力量 所能够真的 而是每一个人要发展自己 要发展自己 因为人的努力 跟我们的智慧 跟我们的智慧 主 都可以解脱一切的烦恼 佛陀说法45年 今天我们来学习吃精 只要吃精 只要吃精就能够度一些古恶 就能够不再轮回了 不再入母胎 要如何不入母胎呢 要如何不轮回呢 吃精里面 佛陀 变出了非常重要的修学的次第 OK 好了 大家都掌握了 佛法 Buddha Dhamma OK 证件我们知道了 逐渐学 逐渐修 在中部 佛陀跟弟子说 弟子开示 对 一切的修行必须靠自己 不是窃外在的力量 佛陀 在这里 给 吉他吉利开示 这就是修行的次第 当一个人 升起了 净性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这样 因为你们有信心 对三宝的 信仰 再加上尽信 因此呢 我们会前往善知识那里 就好像我们大家等待 今天的云端的开始 虽然我们不能够到寺庙 因为MCO 因为这个疫情 所以全部都改变了 我们在云端清净善知识 恶情字 当我们清净善知识的时候 到了善知识的那儿 我们的耳朵是往前倾 耳朵靠 靠是要听 听得更清楚 恶情字 然后要受持法语 就好像今天我们受持法语了 听闻 就是听闻佛法 听闻正法 还要记住 要记住 对法 还要去思考 努力作语 思考还不够 还要深入了解 不明白 把它搞明白它 去问 要学 就要问 问的过程中 不断地学 所以为什么叫学问 学问 做学问 深入了解之后 我们会自愿去学习 我们会依法而行 当有 自我努力的时候 我们就移生作证 就尽自 以智慧贯通 体正真理 就是这个内容 而不落入 而不落入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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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具有戒德 还断 诸 贪 欲 因此不再落入魔胎 大家掌握了 很重要 在这个讲义 还可以 来问 佛波那时代 哪里有文字 没有笔 没有纸张 所以只用耳朵来听 用心来去记 今天 非常方便 佛法的次第 道次第的修学 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也不用去记 把它藏起来 我们可以不断的温习 重复 来去深入了解之 我真的要感恩 因为时代不同 以前的科技没有那么进步 所以人的记忆性 非常了不得 就好像安然尊者一样 多文第一 一听了 就记起来了 今天的我们呢 听了都记不起来 左边耳朵进 右边耳朵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少训练 对 我们把我们训练在其他地方去 至于那些没有信仰的人 他不相信 他不尽性 没有尽性 因此他不清净三知识 他不听闻 他也不去思考 他也没有依法而行 更糟糕 可能所行的 行件的 错误了 这些人他就远离了法和律 所以修行啊 就是盲修下链了 走烟往路了 所以从这个次第学 次第修是那么重要 我们到学校读书也一样了 在我们在做孩子的时候 我们的童年 我们进入幼稚园的基础 小学 中学 大学 之后呢 社会学 社会的大学 这些他是次第的 每个人都有 或许是他的速度不一样 有些可以跳起的 他跳快 有些慢 总而言之 他都有他的次第来修的 这个真的要掌握的 好了 这个你们可以把它screenshot 如果 如果你们的电脑还是你的手机可以screenshot 就把它screenshot下来吧 这个就给大家讲解了 我们进入另外一个slide 这个怎么关掉它 这个祭诵 在法西经 人 试面的时候 试面的人夜漫长 心满忧郁的人露出场 对正法一无所知的人 烦恼 生死轮回场 人就是因为不激进了 因此他想获得激进 他来修行修学了 想学痴心 想学学习痴心禅 确实学习痴心禅 或者是痴心的培育 确实能够带给我们的激进的 一旦我们的心被调了的时候 培养的时候 培育起来的时候 心就暗了 因此我们的夜不漫长 为什么好睡觉 那些心烦的人 烦恼的人 失眠了 再加上忧郁 烦恼的忧郁 使到他疲惫 所以你叫他出门 叫他走两三步 他懒了 为什么很累 很累 对正法不了解的人 生死 轮回场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清净三知识是多么的重要的 清净三知识才能够听闻佛法 不清净三知识 我们不能够听闻佛法 有时候还自以为是 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如果是用错的话 可能转一个大圈 因此文师俩就是我们说的赤地学 赤地学 赤地正 是可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获得心灵的平静 所以我们学习 所以我们学习慈心 在还没有学习慈心之前 我们必须了解掌握慈经 这样我们才能够甩掉漫长的夜晚 脱离疲惫的路途 文师修的这个赤地 佛陀 跟我们开示了 他说 当我们清净三知识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听闻正法 当我们听闻正法的时候 我们明白了 我们思考了 思维了 我们就能够依法而行 我们听了 我们就去做了 依法而行 当依法而行的时候 我们将我们自己会知道的 不是骗人的 自己能够知道的 知道什么 这是慈心 这是称心 因为这个慈心 这个叫慈经 我们必须要深入了解 什么叫慈心 慈心的反义词 就是不慈悲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心 心 有慈 还有称 当然还有一个叫慈 慈心 慈心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清净三知识 没有听闻佛法 再加上他的见解 不正 他邪见 那叫慈心 对 当我们清净三知听闻的时候 我们知道什么叫慈圣地 我们知道什么叫苦 苦就是问题 Nukha 苦是苦之因 苦一定有原因的 我们知道很清楚苦的原因 一旦苦的原因知道的时候 我们知道苦之灭 如何去灭掉这个苦 改变这个土 调整这个苦 调整问题 然后方法 灭苦之道 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清净三知识 听闻正法 在依法而行之后 才能够掌握到的 什么叫慈心 什么叫称心 大家都知道了 称心 最普遍的 我们的心 心我们说 心严一马 佛陀在法际经都有说 心 很难 捉摸的 心太细了 尤其是称心 我们大家都有经验 经常都有称心 佛陀说 为了追求自己的快乐 为了追求自己的快乐 而使他人痛苦的人 将为称慧 所束缚 而无法解脱 就是这些人 失眠导致他夜漫长 因为心满忧郁 使到他疲惫 入出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称心 所束缚 所以因此他累了 不寂静 当我们称心 被称心 占据的时候 在长时间 占据在里面 这个心会越来越撑 我们的手机里面 不是很夺这种emoji吗 那emoji里面 我发现才有这个四样东西 代表称心 痴心就大把了 微笑啦 有爱心 很多 反正称心 我是看到四个 称心 包括反抗 凶 从一个人的脸 就可以看到他凶 反抗 暴躁 他有敌意 再来称心 使得人都不喜欢他 这些都蛮普遍 每天都在有 每天都在发生的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遇到不中意的 不喜欢的 称心就起了 然后长时间 住在这个称心 啊 苦啊 尤其在这种疫情 你看 一年多了 你看 不容易了 一年多啊 一年365天啊 一天24小时啊 24小时乘365天 看 多少个小时啊 如果把小时 把它分成60分钟 一分钟啊 一小时有60分钟 再存上365天 你说 多少万 分钟 这一年了 我们心处在这种忧虑 我们的心 被称心占据了 在这种疫情期间 很多人就生病了 心生病了 因此又一症 越来越普遍了 到最后 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选择自杀了 为什么 走投无路了 因为他的心被 称心被 占据了 而是在长时间的 住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自我反省 自我审查 所以我们修慈心了 我们知道有方法如何去转变 所以佛罗说 当称心一被束缚 很难解脱 解脱难 就是 修称心 就是睡不好觉的 当我不关心 不分享 我给予他人快乐的时候 那是因为 我少了 痴心 很普遍 有些我看到一些孩子 我们都知道 这孩子很自私 他不关心 不分享 其实我们都会有这种的心态 有时候都有的 会浮现起来 我不关心 为什么不关心 因为我不喜欢他 跟我没有关系的 不用关心的 不关心 不分享 不给予他人的快乐 确实是少了慈心 当我没有耐心 称心 恒心 狠狠 不协助他人的时候 那是因为我少了悲心 瘟狠 瘟狠 当我和他人比较 我们都喜欢比来比起 而生妒忌 在比较的当中 我们会产生自卑 或者是不满 的时候 因为我们少了随喜心 目的大 当我所做所想 都是因为贪和撑 起了分别 你我 而执着的时候 那是因为我少了 那是因为我少了 乌佩卡 所心 都是因为我们的内心被占据了 被什么占据 被称心占据了 当这身心被占据的时候 慈悲 被习舍这个心 被掩盖了 所以佛陀要我们清楚的了解 知道 认清楚 我现在的心 被 称心掩盖了 当我们和人在一起的时候 人和人相处 我们经常会浮出这种心 所以我们要懂得去观察 当我们发现了 我心 确少了持心 不慈悲 称心 起 妒忌心 起 骄傲心 也起 我们懂得如何去改变 怎么改变呢 因为 都是因为来自于清净三知识 来自于听闻佛法 方法有了 因此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心 当下 现在的心 我们知道过去的心 已经过去了 未来的心 还没发生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一刻 现前这一刻的心 我们知道如何去照顾它 对我们心要懂得慈悲 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称心了 那么持心呢 Meta Meta 就是 Friendly 友好 友善 Meta 不是爱 千万不要把慈心 翻成爱 不是 如果用爱的话 应该还勉强 应该用无私的爱才对了 不过个慈心 他把了一文是Meta 是Meta 就是Friendliness 很友善的 就好像好朋友 所以我们对人 要好像朋友 这样来对待 友善 慈心Meta 它是柔和的 他的心很柔和的 他和谐的 无丑的 他不凶的 有慈心的人 他不令人讨厌 我们说有慈心的人 他的心很软 他心 心很柔 我们说 他的心很柔 他心非常柔软 心柔软的人 去到哪里 人都很喜欢他 如果当我们的 当我们的慈心 被 被称心占据的时候 然后长时间在 住在称心 我们就 令人讨厌 我们知道 我们都远离那些 称心的人 对不对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知道 某某的脾气 非常坏的 我们很讨厌他 我们不喜欢 待在一起 远离他 反而是又痴心的 很friendly 很友善的 人缘极好 所以那些 没有慈心 但是 他不是说 慈心没有 不是说 他没有慈悲 不是 而是 他是被称心 占据 我们不可以说 他没有慈悲心 应该说 他的心 被烦恼 占据 这样才比较 正确 叫做meta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倒转过来 称心就是 称心 一旦人的心 被称心占据了 说后 他不友好 他不友好的 他不友善的 他不柔和的 很硬 他不和谐的 跟人在一起 他不和谐 他很多 愁 敌意 又愁 他很凶 对这些人 所以你看我们听闻佛法 我们很清楚的 我们不用去看人家 我们学的这个佛法 不许是看人家 看某某人 手称心 不用了 佛法是 看自己 看看自己的心 我是不是处在 痴心 还是称心 还是疑痴心 大家掌握了 其实心 我们说 痴心 随意转 清操 难捉摸 心 可以狭窄 心 可以很小 小到就好像 针那么细 有时候我们想 这个 他是小心眼 心很小 小到好像针头那么细 心 可以大 大到什么 虚空界 你看 心 能够容纳 整个大海洋 如果心很狭隘的时候 一只杀 一只针 都能用到 就好像我们的米勒佛 尤其北传寺庙 那尊 庄严的米勒佛 笑眯眯的 因为 他有一个大大的毒子 大毒能容 容什么 容天下 人所不能容的事情 所以米勒佛 他的心 是无量的 因此 他能够容 那天下的事情 心无量 所以我们讲到慈心的时候 不要忘记 还有三个心 我们讲慈心 其实我们不要忽略 有 悲 喜舍 慈悲喜舍心 慈悲喜舍 我们不能说 我只是修慈心 其实 我们都要是 有慈心 肯定了 会有悲心 也会随喜心 跟舍心的 当我们正确的 学会的时候 当我们是学习 修学的过程 我们必须慢慢来的 OK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知道 当我少了慈心 是因为我不分享 不关心 当我少了悲心的时候 因为我 没耐心 OK 妒忌心 生起 因为不能够随喜 还有执着 很会分别 分别心很重 那就是 所心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无量心 心可以无量 慈是给予快乐 给他人快乐 朋友 都是希望他人快乐 他也祝尽朋友 一切众生的幸福 友情 友情就是指众生 有慈悲心的人 他所做的事情 都希望 带给他人 幸福的 当然包括自己 不是说损了自己 然后利他 不是 利己又利人了 悲呢 他是以霸除他人的痛苦 他真的有慈心 他是我们说 慈悲 简单的说 有慈悲心 他可以看到的 他不忍 不忍 不忍心 我们看到很多佛友 当然不只是佛友 那些很有慈悲的 那些人 他不忍 不忍心看到众生 受苦 他看到众生受苦的时候 他要往前 去帮助 让这些众生 脱离苦海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人 很多的 都有的 他们这些默默的 在后面在做 尤其是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父母亲 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亲人 都要慈悲 喜呢 当看见他人 离苦 心生欢喜 他随喜 看到人家成功 他也欢喜 而不是 起肚忌心 最后舍呢 舍是指什么 平等心 平等 再加上应该说是 balance 就他能够把 慈悲喜舍 这个心能够平衡 舍就是 以平等心 对待 一切的人 因为他不分 他不分你我 高贵 贫富 聪明 还是愚蠢 他不分 对 因为他的心是慈悲 不忍众生苦 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学习 吃心 这个心会越来越宽 所以我们说 学佛 学佛 学了一段时候 人会变的 变的心 越来越宽 非常caring 很caring 很柔和 很友好 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变了 变了 怎么会变呢 因为他的心 改变了 心为什么会改变呢 因为 他听闻 佛法 他改变他这种的 过去的这种的思维 因为正见 他就有正思维 他有 无害 没有伤害的思维 他不想着去伤害他人 他内心充满着慈悲 因为有正见 这就是巴正大里面的 会学 正见跟正思维 想获得寂静的善行者 我们都知道了 因为称心啊 称慧啊 被束缚了 很难解脱啊 因此我们都很想获得寂静嘛 所以我们要如何修学呢 所以我们学慈经了吧 慈经的修学 他能够让我们拥有充满 慈悲与智慧的人生啊 所以我们今天学慈经了啦 我们要知道我现在的心 是怎样的 大家可以再温习一下 把身心平静下来 四日已过啦 你看 现在九点十五分啦 再多三个小时又凌晨啦 又过了一天啦 今天从凌晨早上到现在 我的心处在哪里 称心还是慈心 称心多呢 还是慈心多呢 在家人 在家里和人和人相处的时候 当我们的讲话 带人借物等等 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的心 有没有起不快乐 还是今天我的心非常的平安 很幸福 我们也知道今天 我们就听到很多很多这种负面的消息 哇 疫情 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多啦 某某人亲戚朋友 哎呀又确诊啦 你看 当我们听到的时候 心 悲伤啦 要注意 要知道 是的 我心很悲伤 是的 因为他是我的亲人 我的朋友 哎呀不幸 确诊啦 全家人都确诊啦 有一些人就听到说 他的某某人 因为确诊啦 去世啦 你看 这些消息啊 都蛮负面啦 能够使得我们的心 称啦 这些都是属于称心啊 听到这些新闻 有些我们的手机 接手这种讯息 会使得我们的心啊 称啊 但是今天我们学佛啦 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称心 不是去排测 排测不到啦 慈心随意转啦 不是说我不要称心 称心就不来嘛 我要慈心 多多益善 偏偏求之不得 称心我不要 还是求不得 所以佛陀教导 凡是什么心 称心 慈心 妒忌心 怀恨心 傲慢心 凡是这些心 升起的时候 我们要清清楚楚的 知道 嗯 去啦 我的心 伤心啦 接受它的伤心 还有方法的哦 接受它 然后愿我没有伤心 愿我保持快乐 然后深呼吸 每一息 每一福 受到我的身心平静 然后祝福我们这些朋友 虽然他 确诊啦 全家人已经落入这种 悲伤啦 我们 也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勇敢的面对 我们也祝福他们 早日脱离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不是孤独的 不是单独的 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 一个电话 一个message 一个关怀 一个caring 非常重要的 那时候我们就 从悲伤的心 秤心 转 持心啦 这些要学的 因为我们的所缘嘛 我们不能够坐在残堂 还坐在房间 椅子上 我们将来重复的念 愿我没有敌 愿一切众生 幸福 平安 快乐 现在当我们 收到这种讯息的时候 马上我们这个所缘 佛在我们的眼前啦 我们就 但是我们所缘啦 是的 他确诊啦 他痛苦啦 全家人落入这种痛苦啦 我也受到感染啦 先给自己祝福啦 对自己要friendly 友善 不要把自己陷入了这种 秤心 愿我没有称心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称恨 对 然后愿我能够保持我的快乐 然后深呼吸 对 一切都 一切都会过去啦 只要具备了 善的因缘条件 一切都会恢复 健康啦 因此我们要懂得 因为他内心充满着什么 如果你会被吃惊的话 会念的话 因为他里面有这种的内涵 我们说 我们说 他宝宝 也有这种高质 即使他有这一扇的这个高质 他才幸福啦 因此他平安快乐 他说愿我快乐 也愿一切的众生快乐 我们不快乐是因为啊 我们痛苦 睡不着觉 烦烦恼恼 是因为不抗忍 不诚恳 不正直 不谦恭 不柔和 骄傲 等等啦 我们痛苦啦 我们来学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 痛苦 我们来散发 但是我们的quality 内心里面 一点都没有改变 不行啦 实际佛陀 如是的教导啊 我们只是 不要只是学会 那个几个四个句罢了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称恨 愿我没有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还不够的 我们要如何保持快乐呢 我们必须要 抗人诚恳 正直健康 柔和 我们都快乐 从哪里去保持呢 在家庭 在工作 只要有对象 有人 我们有所对象 我们就要学习 抗人 诚恳正直 这些每一天都要学 最好的学习 慈心禅堂 在禅堂 在寺庙 是学方法 跟老师 跟师父们 跟禅师 跟长老 学习 掌握 慈心的方法 到寺庙 是掌握 去学习的 清净三知识 听闻佛法 然后 如理思维 把它搞清楚 弄明白 掌握好 然后回到家 能 能相处的时候 要懂得了 懂得如何去 操作 当我不抗能的时候 我发现我不抗能 我不正直 现在我要学习 如何 如何 抗能 如何 正直 诚恳正直 千光 这时候我们就 必须留到明天晚上了 明天晚上 我们再来生路 今天呢 今晚呢 一个半小时 给大家 建立好一个 知见 建立好之后 那明天晚上 我们再生路了 如何去运作 如何去操作 慈心 很重要的 好了 那今天的 诗经 第一堂课 在这里结束 明天呢 我们 同样时间 我们来 继续 好了 我就 交给 负责人了 还是先 回向阿波 好 在还没有 在还没有 结束之前 我们来回向 先回向 等一下我们再来 聊聊了 还有时间了 来请大家合掌 回向也是一个 慈心的祝福 当我们在回向功德的时候 心要看到这个文字 耳朵听取自己的声音 然后观想 来 我们大家合掌 你们 默默的念就可以 跟随着 师父一起念 你们默念就可以 愿意 以此功德 回向于 对我有大恩德的 祭祀 善于 辅助 以教 我等 的 师家 祭祀 崇高 和恨 的人 犯天 摩罗 印陀罗 互卫 世间的众天神 夜摩天 及一切人类 不管是亲密的 不相似的 以及是烟醋的人 愿他们快乐 愿我所作者功德 带来三种乐 现世 来生 及解脱 愿心愿能早日实现 愿以此 福也 以回向的功德 使我能 述处 心中的 可爱一直取 在我还未达到 正物灭盘之前 愿我所有 不好的素质 得以消除 每一生 每一世 不管我 身在何处 愿我能 以自主的心 书生的 正念 及智慧 极无比的 精进 产 除一切烦恼 摩罗将 不再有任何机会 趁热破坏 我的精进 佛陀 是我作业的 归处 法 是我 自上的 归处 必知佛 及生且 是我 殊胜的 归处 凭着他们 无比的威力 摩罗不再有任何 机会了 愿一切 众生 没有敌意 藏在 快乐之中 愿一切 皆能 分享 我所 具备的 功德 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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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